12月3日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简传媒式强调,就美国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,中央采取反制措施是外交事务,特区政府将依法按照中央要求配合及跟进。 林郑月娥指出,对于美国通过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,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,她逼平该法案完全没必要,没理据,香港的人权和自由都受到基本法的保障。 市民在传媒采访,集会游行,宗教等多方面都享有高度的自由。 和外国的政府,透过他们自身的法例,来干预香港的事务,我觉得是非常令人违陷的。 针对美国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,外交部2日宣布,中国政府将采取两项反制措施。 林郑月娥表示,有关事宜属外交事务,特区政府会做出配合及跟进。 我留意到国家外交部昨天有两样说了的制裁的做法。 一个就是暂时不会再审批这些美军的艦和机访阔。 这个一向以来在回归以后都是一个外交事务, 都是由中央批准了之后,特区政府才配合跟进。 所以暂时不审批就没得跟进和配合了。 至于第二方面,对于一些非政府机构的制裁, 它有一件外交的事务,所以我们都是在香港依法, 按着外交事务中央的要求作出这个配合和跟进。 林郑月娥表示,法案对香港的影响仍取决于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态度, 行业具体发展是否会受到波及,目前难以评估。 但他指出,在港企业不知美国政府日后会采取什么行动, 因此信心会产生动摇,带来不稳定因素。 不少美国企业在区域内的总部或总部办事处都设立在香港。 美国的这一做法甚至会影响美企资深的发展。 大家都知道美国企业在香港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的, 接近应该超过一千三百家美国的企业在香港, 而且大部分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家公司, 它都是用香港作为他们的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总部或者总部的办事处。 所以再进一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某一些行业的发展,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创科发展, 目前是没有具体可以评估得到。 但是信心啊,不稳定的环境啊, 当然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, 都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来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